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财讯总继级陈彦存 是这样子就是说 美中贸易战下面 其实台湾面临非常大的 转机跟机会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决定要 开始做这样子的活动 就是说我们想跟全球品牌协会 做一个合作 全球品牌协会我们做这次的合作 就是想针对台湾的未来30年 做一个工程 从现在开始台湾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用早的全球品牌协会理事长 陈春三陈老师一起來合作 那我们先请称到这样一句话 谢谢艳述 非常感谢臺权逸件一直 对我们合作的事情 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这个社会 希望能够看颜一点 然后更温暖一点 然后更理性一点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都有艳景 所以怎么样能够以未来30年的目标 以终为实 来想现在要做什么 也就是要具体地 這個宴警而且同時要有近期的短期的目標 那當然這是第一次 所以我們希望這第一次也能夠隨著現在時代的脈動 現在時代脈動很清楚就是2020年要選總統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所以怎麼樣能夠在選總統這個過程裡面 把這個比較眼見比較溫暖 比較理性的這個思考放進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題 剛我的好朋友 郭智慧郭董事長 他是從業科技平台的董事長 也是現在非常重要 我一直都感受他安永慈悟的美味 真的是很棒 然後他自己也很用心 在這個台北大學得到博士之後 也在學校任教 我很佩服他 他有一個從業的系統的錄文獎 所以真的非常棒 那我覺得他是個非常有心的人 不只長得帥 那所以而且真的有幸 希望這個台灣社會更好 不過我們現在一個比較刺激性的話題 為什麼現在很多企業家想要當總統 企業家是不是選擇這個 做企業家是不是選擇太無聊 還是覺得他可以來做貢獻一些事情 像川普 未來我們明年可能這個 郭台銘董事長 我已經一直跟這個郭智慧兄講了 如果郭台銘不行 郭智慧一定要出來選 也是郭董 也是郭董 然後我完全同意我 担任他的進錢總幹事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出來選 不過 我很最重要還是理性來想想 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企業家 想要來當總統 他的想法 你覺得是不是了 或是你個人有什麼想法 OK 我想大家好 這個 當企業家是不是應該出來選總統 我想這個命題太大了 那不是每一位企業家 第一個他是不是想選總統 第二個他有沒有能力選總統 那您剛有舉的這個川普 跟我們台灣的郭台銘董事長 我認為 這個川普我不認識所以不知道 但是就郭台銘董事長來看 我們要了解說這一任的總統 我們選 選出來的總統到底要做什麼事 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企業家 能不能夠僱應這樣的一個任務 這個 我想這個目標 就是說我們這一任總統 我們 我們都知道選舉是要選賢與能 那在目前的這個環境 我們到底要選賢人 聖人 還是能人 那 我想他的目的是不一樣 那就企業人士來講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擔任這個 公職 或者是擔任這個 國家領導人 特別是國家領導人這個位置 那過去有沒有 過去應該沒有 那川普 川普 我覺得川普他就是 他喜歡做那個位置 台銘兄是不是喜歡當總統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想當總統 那企業家當企業家多好 當總統多辛苦 對不對 但是我看他應該是 最後因為他大概有想了很多 我認為台銘兄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企業家 那在 放眼 放眼當今 有哪一位企業家 有像他這樣可以把一個企業 每一年的 營收到五兆 對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如果是一個公司 營收一年的稅入稅出也是有兩兆 兩兆多一點 那麼一個五兆企業 OK啦 對不對 那兩倍然後要處理這些 財務的問題 人的問題 然後 事情的問題 對 我認為郭蘭銘 他不是 他最厲害的部隊 只能散漫 對不對 國家治理很重要 國家治理很重要 所以我認為 以目前來講 如果台灣 這一任總統的 目標是要 解決現在的經濟問題 要大家發大台 對 我個人認為他可能是 很適合的一個人選 對 其實郭董他曾經講過 他覺得政治是要為經濟服務 他提過這樣子的論點 其實過去長期來 台灣企業都會覺得說 台灣企業是靠自己的力量 在外面拼搏 在全世界拼搏 那您怎麼看說 到底政府應該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來幫助企業 您怎麼解釋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產業的發達 那麼這個科技的進步 那其實 以就台灣來講 台灣的國家領導人 應該是要 往後推 就像我們 市長 陳理事長 他非常用心 那你是不是應該考慮30年 一個generation以後 你的競爭力在哪裡 那時候國家應該做什麼事情 國家就是應該 國家領導人就是應該 為下一代 他將來在全球裡面的競爭力 要顧那個群 其實我還是覺得 國智慧郭董事長 我還是會支持他 另外新郭先生 我不一定支持 但我覺得支持你 不過我倒是覺得 因為我從瑞士的角度 我覺得 我每次跟瑞士企業去互動的時候 他們就 政府跟企業其實是一個集團 能夠把整個政府的這個效能能夠抵抗 我舉一個例子 我到瑞士去 有一個省長 他開會 基本上的會議 幾乎都是站著的 他不是做的 他們希望很快的效率 能夠把一個公共事務 有價值 有效率的達成 但是我們覺得 我們在台灣 大概政府 好像在做了計算 我們都會打一些誤 如果未來的30年 甚至未來下一任的總統 你覺得 企業在明年希望政府來捐抗是什麼 也就是說不管是哪個獲獻的 他應該提出怎麼樣的捐抗 能夠讓企業跟台灣產業能夠更豐富 我認為是這樣子 就是說 大部分 現在的這個政府都是4年或者8年 對 所以這個是非常短善的 對 沒有辦法形成策略 我們在談策略大概就是 10年 20年 30年 那談方法才會說 我的Action Plan 是Follow了4年大 所以 全台灣 全中華民國 一定要有一個共識 我在經濟上面 因為只有經濟才足以 讓你能夠Follow 能夠進行 所以在經濟上面 我應該是 選一個 全球最有競爭力的產業 然後百工百業再Follow 回過來 然後去Follow 那這樣才有辦法去 領導 造成全球大家就是依賴台灣 越來越依賴台灣的程度越大 那我曾跟理事長我們討論過很久 我們認為台灣 最棒的就是大建黨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大概 你高中的時候就分自然組織社會組 那自然組到 後來 就分成家組跟兵組 現在大概是哪一組 我不知道 這個家組是理工科的 然後兵組就是 農 醫跟農科 這兩組都是非常優秀的 自然組同學 邏輯很強 我們的才藝很強 都是文法跟 文史跟法商 我會驗證這個樣子 才藝很才藝 才藝很多面 這個自然組織大概比較focus 我本來只幫我拉邏輯的 但是你們看看 這個到目前30年以後的現在 你發現台灣在電子科技醫院 在世界 排行 這個前三名 台灣的醫療 醫療行為 也是在全球排行前三名的 這兩個強強聯手 就會讓台灣的大健康產業 立足於全球 是 那未來 未來的大健康產業 未來就是人類的壽命會越來越長 越需要健康 這個是放出四海 接準的一個行業 醫療 那麼這個最重要就是我們將來的智慧醫療 我們的智慧醫療如果是在世界首屈一指 所有的工科的同仁 大概 發展的這個事業都繞著這個智慧醫療 智慧生活 因為智慧醫療就跟你的智慧生活有關 電子產業 科技產業就往這邊走 我們的醫療是要救人的生命 那麼 現在最重要就很好笑 現在科技已經可以讓你的預防醫群 變得越強 對 精準治療 說明的壽命越來越長 那麼 過去有很多人是因為車禍 而往生 你現在的智慧城市以後 沒有車禍 沒有車禍 所以人的壽命會越來越長 那這個都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 理工科的同學跟 醫科的同學的 強強結合 會讓台灣成為全球最強的國家 為什麼 這個是 上帝 或者是神明示給我們的福祉 台灣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斤 這麼小的地方 然後我們念高中的同學的時候 就同學 畢業以後呢 我們還是同學 不同行業的不同 我們很好 competition 但是在國外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都沒有這種情境 所以要找得到彼此陌生在磨合在發展新的東西 跟不上世代 現在科技月18個月就是一個generation 對 那只有好朋友 或者是能夠去 大家發展一個所謂的 同學的關係 或者是同鄉的關係 或者是這個同事的關係 很快 台灣人 好客 好朋友 好教朋友 所以在這個營運裡面 我想大健康產業 放出四海 只有台灣最強 最有機會 最有機會 那政府如果都同意這樣的話 不管是哪一個黨派 出來 如果這個是形成全中央的公司 以後我們就是小個地基 就好像瑞士 我想這個 理事長很喜歡談瑞士 瑞士之所以高手 他們就是 在精密工業跟所謂的 這個醫療的 這個工業非常強 非常強 那台灣呢 將來把這個醫療行為 這個產業發達起來 藥的產業 生技的產業 健康的產業 整個帶給你 對 智慧中 我還是覺得你可以出來 因為你把證件已經收了 所以如果我們把未來的 台灣的30年 把它當作台灣印 台灣印的實踐 最重要的戰狂 我想可能就是 大健康產業 怎麼樣的真偽 我們不管誰大中 應該是鎖定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跟燕屯這邊才 未來30年 就是說我們希望心意放下來 拉遠一點 就長得策略 對 這個 這個像我們在努力30年 你會覺得 對嗎 我們當然可以 因為以現在的醫學課 知道 在過去是不可能 台灣過去平均大概 80歲 Person是80歲 但是你 臥床的時間大概 80歲 對 那 我看過那個paper上面 就是日本的朋友告訴我說 他們的研究結果 台灣人跟日本人 在2050年的時候 大概平均1060歲 完全不同的想像 所以你現在只要是75歲以下的人 大概就有機會活到1060歲 但是1060歲是 也就是說在 2050年的時候 人類的壽命可能推往 140歲 140嗎 對 但是 你想像說你未來140歲的時候 那個 老酷酷的樣子 那就 就長寧願不這樣 像 在座各位的這個俊男美女 就希望抓住青春的美胞 所以你一定要健康 對 只有健康 才能夠enjoy 你的愛 沒錯 所以 大清康產業 不是只有台灣人需求 對 全世界人的需求 那哪一個產業可以 demand這麼大 70億的人口 全世界的市場 對 所以只有大健康產業 才是全世界的需求 對 郭董辰 他的重點 就是說其實台灣過去在科技製造業上非常的發達 硬體設計做得非常好 接下來說是軟硬整的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未來台灣應該要找一個方向 那現在我覺得台灣有一個黃金時期 就是說 當全球的資金 全台商的資金有機會回流到台灣的時候 他這個重新 提供資源 提供銀彈 讓台灣重新支撐一個新方向 譬如說像投入在大健康產業這樣 對 所以像他這樣的 房金時間點 你會建議說政府應該怎麼樣 有效把資金 放在 類似像大健康產業這樣子的 有潛在這個產業裡面去 修法吧 台灣現在的 對企業來講的話 太嚴謹 才是罰銀 那公務人員又怕福利企業 所以他們都不敢放手下停車 我倒是希望現在 將來的 明年選出來的總統 在這方面 能夠有比較global的思維 就是說我的競爭是全球 我的競爭是全球 我要讓我的指名 走到全世界任務的地方 都是 抬頭領香的 就覺得非常的proud 對 因為我們是什麼 我驕傲不是因為我有錢 而是因為我們幫助世界更需要 在健康專業 需要協助的人 是 這個才是台灣人的驕傲和光榮 對 光是有錢 沒有什麼了不起 有錢真的是不是什麼了不起 但是可以幫助同樣生活在地球上面的 讓大家都很健康 我相信那個會開創出來 這個非常好的補給 對 我們在看未來30的時候 就是說 軟硬的整合 其實很多過去台灣的企業 他過於 重視在代工思維上面 其實他們都只看到代工訂單 這件事情 什麼時候可以要訂單 什麼時候可以有修成 他比較少把眼光放到10年說 未來會長怎麼樣 對 這個觀念 在企業界裡面的轉變 甚至說 同志人對於公司的看法 我覺得說必須要更多做調整 包括政府對於產業扶植的策略有更多調整 你問您怎麼看 我的看法是講 過去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都在戰術上面 工作方法上 以企業運作的方法上面 business model上面去卓業 對 很少人在思考產業 你隨便問你一個企業家說 30年以後 你們的企業想長怎麼樣 我三年都不知道會怎麼樣 30年以後 但是當如果你放一個30年以後 你要做什麼 這樣的一個目標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 從現在到30年以後 這條路裡面 你可能會 像這個 這個三藏聖人公 西天取經一樣 這條路 你一定會噴到很多的路 那你就會簽 我噴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要什麼樣因應 我噴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要提早皇輩 做好風險管理 那風險管理最好 在策略上面最好的就是 這個方式就是 你能夠發展出一套 預警 跟通報系 預警跟通報的系統 譬如說我們知道 這個地震要來 什麼時候地震要來 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提早 一分鐘知道 你捕捉了那些現象 未來這個OK 大數據進去以後 這個AI進去以後 然後加上IoT 所以你一定會在一分鐘之前 收到 通知 通知 所以要避震 你就可以防範 這個是預警 跟 跟通報系統 建立 可以讓你的風險管理 做得非常紮實 國家就是做這種事情 海峽來的時候 不會就像一樣 整個村被滅掉 所以 當你知道有什麼 可能會看到什麼問題 你一定會先 行為行 做好對策 我相信 國家如果不能夠發展 這麼長的策略管理 的話 那麼你只做在戰術上面 就是說 四年 人家派航空母艦打我們 我們就做這個潛艇 我覺得這個是 戰術 對 短期的 短期的戰術 因應的方法 沒有不對 但是 我們在講說 能夠發展長期策略 是你要 真的是對環境 跟支援 做完 resource 你非常有把握 才有辦法做這麼長的 這個 這個規劃 如果 你 對未來的不知道 而且對那個產業不熟悉 你只能摸石子過 你還不知道這個核多少 最大路很早 對 所以我 我正在智慧中 就是說 也剛才彥均在講 就是 應該開始 我們現在做一個 脈絲的革命 這種觀念改變 就是 包括企業家 銀眼來看 投資人家銀眼來看 是 台灣 Tafel Amazon 他說他唯一跟別人競爭 最大的優勢 不是他現在的商業模式 而是他更長更年 對 他的生態系統 是在 想未來生年生態系統 以終為始來說 所以我個人也覺得說像 智慧中他現在在 我們最急的財新講到 重辦導體 然後走向 新換經濟 現在做按鈕 我覺得這個都事上都是一個 很長期折騙的思考 所以我們一起 我們稍微三年之後 還要再做這個直播 好不好 持續來追蹤 在你的進度裡 對對對 我們是 大家先進去 要維持 要維持 目標定了 如果沒有供應 可能會偏差 對 所以企業裡面 我們也都不斷在做供應 就是要 要inspection 這樣 了解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就是有人 有直播 有這個人來提問 就說 這個台灣年輕人 逐漸發展出 斜槓人生 斜槓人生這個詞 在年輕圈子裡面 非常的紅 你怎麼看 斜槓人生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這四個詞 因為我不是年輕人 所以我不太了解 不過大開的意思 我在想 就是他有很多的function 很多的skiller 很多的skiller 就是他要去 嘗試很多的這個 工作或者是 要第二專長 不過這個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 就是可能 他專長很多 對 專長很多 但是他應該要思考 他最強的就是 沒錯 這個核心專長 對啦 你就是會雜耍沒有用 雜耍那通財 他可能會啊 我們講說現在的人很厲害 可能我 我是歌手 我又是一個planer 我是什麼 但是你可不可以在裡面 最有競爭力的 從裡面下去 其實斜槓人生有一個 你更重要的觀點 就是說現在的社會越來越多元化 所以一個人只問一件事情 是不夠的 因為他面對的環境是多變的 所以他們必須要學習第二件事情 可以面對其他的變化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OK 這個是非常棒 因為為什麼 就是包括連張忠宏 董事長 他已經八十七八十年了 他還在分享他的學習 所以未來我們人可以活到120歲 140歲 不需要學習 一定要學習 學習 再學習 對 然後大家分享 學習的成果 然後 學習效果比較好的人 就是 Share 給這個 學習效果比較差的人 要讓整個社會都能夠提升 那現在最近就是這個選舉話題非常熱 大家也很好奇說 您覺得這次的選舉到底對 台灣的產業 對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當然個人非常希望這個 企業界能夠出總統 因為只有企業界 的領導 才能夠快速解決問題 對 才能夠快速解決問題 那麼 其他的這個 參選人也都非常優秀 這個我們也知道他們有超人的能力 對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 我們現在是在尋求一個解決當今 這個經濟問題的 對 的領導 對 那 有經驗的人出來領導 一定是知道什麼 他的錯誤是什麼 對 他的失敗是什麼 對 很多的政治人物不知道 在這個歷程裡面有什麼錯誤 所以一定要讓一個有經驗的人 他 他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們台銘湘是這樣 他不二國 他非常厲害 所以他企業能夠做到這麼大 對 知人善用 所以 所以我認為啦 未來的總統 我們也建議他 知人善用 解決問題 不是 靠情感 解決問題不能靠情感 解決問題是靠理智 靠邏輯 我可以 個人 我想很多網友電源也非常好奇 因為其實我們差不多有很多企業家 企業家最怕的事情就是被人家看官網 例如是說 他們希望保有自己的隱私 因為他們就要大量多錢 他們很少願意站在台面上 他們寧可 當經濟嘛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不容易 從企業家的心情來說 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心情是怎麼樣 我是看他說捐了150億給台大醫院 光是這個就不簡單 你看看所有台面上的企業家 有的人還有自己有醫院的 對不對 他也沒捐錢給社會 那個台銘兄願意這樣的捐錢 他其實出手都很大 當然背後他有什麼的 這個想法 不知道 但是他也沒有想到要黨選統統 對啊 突然 但是他願意捐這個150億 因為他發現有這些 可能解決一些窮困人家的問題 對 所以我認為 這樣的就是 這是一次最後機會的 因為他已經70歲了 對不對 再下一次可能就沒機會了 但是腦袋要健康 其他的 不如你當140歲來說 140歲來說 但是腦袋要健康 身體健康 腦袋不健康也不行 不透過學習也不行 對啊 所以我個人其實是認為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OK 了解 不過我還是被郭載銘選擇 我想很多朋友也問到他在 中美 在中國的努力 我想這都是今天主題 不過我倒是覺得未來30年 其實中美之間的 局勢的發展 不管可以當總統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你希望未來的總統 他在這個 中美新的戰局裡面 你覺得他應該扮演 怎麼樣的策略 他怎麼出來 我覺得 不管哪一個人出來當 總統 都要 都要解決中美的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在這 最有關係的兩個 群組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中美 有中也好 抗中也好 或者是 但是 對我們的老百姓 有什麼好處 我想 當總統就是 對你的老百姓有什麼好處 給你的老百姓安居樂業 安居樂業 這是最高分子 所以我覺得不管用什麼方法 去做 這個communication也好 或者去做barket也好 讓我們的老百姓安居樂業 在世界有競爭力 我想這個才是領導人應該做的事情 對 有個網友提問說 如果台灣企業要躲上國際 是否要順應 建政府的南向政策 哪一些產業才有一個核心可以 太好 南向政策是非常好的一個政策 但是在策略上面 所以有點鬆傻 我還是認為大健康產業要邁在前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如果能夠幫助 這個南向的國家 幫他們訓練醫生 訓練英文人員 在台灣訓練 因為只有台灣可以用全英文教學 這些人來台灣 學了就是台灣這一套 他回去以後把藥 把生技 把健康通通帶回去 所以那個產業的這個擴大 不得了 所以你一年只要訓練一萬人 10年下來10萬人 台灣人以後走到東南亞 大家都感謝你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幫助他解決 健康問題 生命的理念 幫他們訓練醫生 對 我個人覺得說台灣 我看這個意思 他就是找三個到五個 要做就是全球第一 這個是正確的 我覺得一定要聚焦 我覺得大健康產業 其實 一做搞不好 把這些產業電話加起來 就有好幾兆的產業 對 我們在看過去 在這個世界上面 看到很多大企業 其實你看到我們美國的基因 荷蘭的菲利普 日本的Toshiba 發展很多的工業 到最後都走上醫療程 對 他們經歷其實要非常強 醫療 因為大企業在選擇產業 他們一定是看三成 國家其實是可以借用企業的 這個世界級企業的 這個觀點 如果說我們台灣要到全世界去發展 我們的 我們的子弟要到全世界去發展 打健康產業 我想是 最好的選擇 對 所以我們全球品牌協會 智慧聰是我請來做 這個 全球品牌協會的 副理治長 我們剛好到全球品牌協會 也組一個 大健康產業的分享會 大健會 那我想 也是歡迎所有的在 網路上的朋友 跟台訊的朋友 大家一起來 那我個人是 因為很多網友 其實都是 現在在上班 尤其年輕人很多 一直看直播 對 給年輕人鼓勵 我知道你在上課很嚴格 但是今天可以輕鬆一點 給年輕人覺得 各位的這個觀眾朋友 特別是年輕人 我的經驗告訴我 你們面對未來多變的這個社會 就是斜槓人生 就是大家希望去發展 但是我想最重要還是學習 我們是不斷透過學習 體驗 來累積我們的經驗 找到最好的model 所以 沒有人會天中英明 這個人太少 那 學習的深度越夠 他對那個專業越能夠把握 那等到你 非常的專業 非常的專精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會演化成 就是精通通達數點 那你就可以 寫到門上就更簡單 能夠達到 所以我還是 建議大家很多學習 對對 今天光是聽到郭董分享說 未來我們活到140歲 我們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第一個大健康產業 非常有機會 第二個要不斷的學習 而我只找到新的世主 教育 教育可以學習得非常重要 對 像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我們第一次舉辦的這個直播活動 那請到郭董跟這個理事長來做分享 那我想我們這個活動會繼續做下去 那請各位做給我們一些指教跟意見 那也謝謝理事長 謝謝郭董事長 謝謝 對對對 我們繼續做這座三十年 好不好 大家期待我們下次的直播活動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